蛋要怎麼挑 蛋要怎麼挑 第一 我們蛋拿起來之後 看起來是光滑細緻 像少女18歲的肌膚 像這種蛋代表它蓋質吸收好 好 第二 拿起來有沉澱沉澱重重的感覺 接下來 敲開來 你直接去聞蛋殼內部 如果蛋殼內部沒有腥味 這個蛋代表它是吃植物性的 所以你那麼懂蛋也表示你很會養雞 還可以啦 養蛋我已經養了23年了 對啊 養雞的話我是從來 就在雞療裡面混大了 竹東市場有很多賣雞的攤商 但像徐老闆這樣全靠自己養殖 而沒有依賴批發供應的相當少見 所以我們都用我們的生命力量去做 做這件事情 對啊 徐老闆的叫賣結束了 他說 與客人的互動實在太有趣了 我可以就這麼一直站在旁邊 看他熱力四色的表演 他超快速的去雞腿骨功夫 乾淨俐落 游刃有餘的刀法 絕對是一種職人的自信優雅 客人和客人之間虛寒問暖的招呼感覺 毫無疑問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傳統市場有人情味的具體表現 事人類都在主 Juicy 不便宜 想作詞 天生